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我们要听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继续邀请到广播节目主持人 也是作家 也是前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传播学院的院长朱全彬 全彬来陪我们讲过他童年少年 乃至于青年时代的味觉记忆 无论是讲烹调讲饮食讲美食 都不要忘记他有一本有趣的书 人生需要久的朋友 这个书名就不能太多字 三个字以上就会念字 我有一本书叫做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 这很好记啊 我告诉你三十多年来 没有一个人真的念对过 你信不信 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 生活两个字 好了 为什么跟全民瞎扯这些往事呢 因为我们的老台北就是在往事的基础之上 看看过去的生活曾经带我们到什么地方 并且启发了我们如何去看事情 今天特别要请全民来为我们来回味一下 从80年代你在美国硕士毕业以后 你回到台湾你就投入了电视工作 电视这一行从80年代到现在 有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变化 先谈谈你的硕士学位 你在那边念了两年吧 对我是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的这个 那个时候叫做Telecommunication 就要翻证中文就是电讯传播 电讯传播其实那个时候因为Cable在美国 那个时候是一个新东西 所以我去念的那个学校算是就是说 在这个新科技方面走的比较前面 那就是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现在是有线电视80年代 我在这个80年代回到台湾 谁知道你什么叫有线电视 现在也快要有人不知道 已经变老媒体了 对好 那么那个Telecommunication 主要的学士的内容 可以介绍一下 简单的 其实是学校里他其实什么课都开 那我其实我的兴趣都还是在做节目方面 那我那个时候呢 你说跟这个新科技有关的课 一个就是传播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传播管理 那这两门课算是 我觉得跟那个学校的特色有关 可是我自己的重点是放在节目制作 因为我的梦想一直是说 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制作端来 所以我美国念完书之后 那个时候其实是比大顺讲的时间还早 那是卡特跟中国建交 然后那个时候 1979年 79大家都慌得不得了 没有人要回台湾的 可我却在那个时候决定说我要回台湾 那其实我 你跟王小弟是一模一样 他也是因为台美断交 对 或者说中美建交 或者是美匪建交 我们不管怎么讲 就是那段时间 对 他毅然决然 书没有念完就回回台湾 他应该是比我比较有这种 有报复 报复对 我是完全 因为我是一个很apolitical的人 平常不太有政治意识 我只管我想要干嘛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有同学是跟我念一样的 他留在美国 留在美国 可是他留在美国他就必须要转业 而不能继续弄什么电视 因为电视这个是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性的东西 你如果你要想做节目的话 那时候还没有一个里安出现 也没有世界也没有全球化 所以你不是美国人的话 你其实很难去做这个 对于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来讲 你要接美国的地气 对 接不了那个地气 所以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就去改去念电脑啊 或者会计啊 你要能够在美国留下来 一定要靠这种技术性的这种领域 是 所以我就回台湾来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想 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要往美国跑的时候 因为觉得台湾快不见了 民国68年 对 民国68年 1979 然后那个时候 美国硕士在台湾还是很稀奇的 就像我讲的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 家长给他的祖父是 去了都不要回来 想办法在那边留下来 所以呢 我那时候回来呢 我就要找工作嘛 找工作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在跑引据线的 他们就跟我讲说 现在中士来了一个新的总经理 他原来是在电影圈的 中影的跑到中国电视来 他是梅长林 他急于想要有一番表现 他说你何不毛遂自荐 写信给他 结果就真的写了 因为不认识这一行的人嘛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非常快的三天内他就回信了 就约我去见面 约去见面 然后这个谈了一话 我记得才二三十分钟吧 然后他就交代了 他还说导播组跟企划组 你选一个 哎哟 对 等一下我先请问 那个时候的节目部的经理是什么人 叫王世刚 王世正 王世刚是副理 王世刚是副理 那我就可以大致上明白 那一场小小的类似改革 或者革命的小革命的核心是什么 原来是梅长林老总 是梅长林 可是后来并不是梅长林交代 我就顺利进入电视台了 那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插曲 就是中间的人并不希望 我是可以那么顺利进去 那这个我今天就不表了 那后来就是这样子 我就莫名其妙就进 不能讲莫名其妙 就是说这个叫做音错阳差吧 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那企划组是什么 企划组其实就是进去是做制作人的 制作人的 那我那个时候我才25岁 25岁其实很嫩嘛 什么也不太懂嘛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广播电视法 在规范说电视台要做什么节目 电视台因为他们都是商业经营嘛 基本上还是赚钱的节目 是在优先了 是声量大的 那那一些不赚钱的节目 或者就是说基于这个 配额 政策需要 比如每个电视台 它一定规定要做15%吧 还是20% 我现在不记得那个小时数字了 是属于社交功能的 那那些节目当然就是卖广告不好卖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由电视台内置来做 内置就是由in-house的员工来做 那赚钱的节目呢 它都是由外置单位来做 那我被梅老总交请进去 我当时内置制作人了 然后就是帮他们做这一些属于 政策性的社交或者政令宣导的节目 那这等一下 政令宣导的节目也就是比较零散的了 还是说它也是常态的节目 常态 但多半是快撞的 快撞是常态 然后呢 也有的是 比方说碰到什么 奖功纪念日 或者光复节 光复节 要做特别节目 我怎么记得你做儿童节目 开头就是做儿童节目 一开始 儿童节目那时候也被认为是没有广告价值的 所以就开始就做儿童节目 真是没有远见 儿童节目是最有远见 是最可以赚钱的 来谈一谈你的儿童节目 我那时候就开始呢 做了一个节目叫迷你雷达战 那那个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美国回来嘛 就国外看过什么东西 就想说 哎 台湾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对 因为以前我们对儿童节目 还是有灌输性的 说由上而下的 教导性 小孩 灌输他什么样的知识 那那个我做的迷你雷达 那就是由这个小孩子自己来讲话 所以我做那个节目出发点就是说 我要很多的小小的新闻小记者 自己出去采访 然后呢再播新闻给小孩子看 就是小孩子自己做东西给小孩子看的 这样的概念 那这样讲起来概念是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他其实 你就是要牵动的那一个 整个这个制作的结构 或者规模 就是不是小数啊 因为你要第一你要就是 比方说你一个小记者出去 他就是一般人出去去采访嘛 那你一则新闻就是两三分钟好了 你半个小时节目 你总要做个七八则吧 那这个工作量是很可观的 所以呢 你做一个节目 可能要做两个礼拜 才做个三十分钟节目 所以后来当然电视台就没有通过 没有让我播 说节目做了 我做了sample 做了sample 包括蒋家宇那时候都来帮我做 这个小说家蒋家宇 对 所以所以后来就是没播 没播后来 他们就要我去做别的三台联播的节目 那个时候有个三台联播 就是每一天的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那个时候是文工会 他们就是决定说 可能要就是集中资源吧 就是说你不要三台各自做各自的 我们就做一个三台一起播 所以现在的观众朋友 可能很难想象说 以前你做一个节目 他是你打开电视 就只有我做的这个节目 那太了不起了吧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政令宣导类的 所以也没人要看 内容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内容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要非娱乐性 然后就是要以资讯或者文化内容为主 其实他是很open的 然后各台都会 就是你会殷席吗 就那我就是歌功颂德一下 对 就是这个节目没有问题可以过关 可是我那个时候被派去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不一样 我就是说那既然他是非商业性的 那你可能 那那个时候我有个长官他就是说 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你来你要把自己设定为 你要做一个电视圈的文化人 你不要只做电视圈的这种娱乐人 这样子 听他这样讲说那应该很有可能性吧 那我就设计了一个以文化内容为主的一个美学欣赏节目 叫做美不申收 原来九点到九点半因为没人看嘛 都被戏称为洗澡时间 也就是说大家八点到九点是连续剧 连续剧完了你就去洗澡 洗个澡回来九点半再继续看连续剧 对那个就是单元剧 对所以九点到九点半是洗澡时间 那意思是没人看的意思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不这样想 我就想说你只要打开电视居然看就你的节目 那很有可玩 你要好好做 所以我那时候张照堂那时候还在新闻部 我们中式的新闻部 摄影家 摄影家张照航 那我就在想说那我要做一个文化报道的节目 那我一定要影像很重要 那我就去跟梅老总讲说 可不可以派张照堂从新闻部到节目部来给我做 梅老总居然就同意了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有想要做一番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后来呢还有小说家雷湘也来帮忙企划什么的 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做 做做做做那时候新闻局长是宋楚瑜 我找来的主持人是蒋勋 不得了 这每一号人物都是现在 对大师级 大师级 大家的蒋勋呢 后来做了七集之后 那个节目就是其实是一心耳目嘛 大家会说起早时间怎么播的 这就我用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现在就是想一种艺术性的纪录片 带大家欣赏 欣赏什么书法如何欣赏 叫水墨之美 或者素人的话怎么欣赏 同志之美 电视上没有过节目是在讲这样的内容了 因为太highbrow了 那后来呢 到了第七集之后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 要换主持人 蒋勋要把他换掉 我不了解什么原因 他们只是你就交代 因为我是in-house人 我必须听名于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的节目不经理 已经不是黄世正了 另外一位 也没有给我一个真正的答案 他就说 你这个主持人外界说 长得太丑了 他换一个 后来我还是不知道真的的原因 结果呢 那个时候时报杂志 那个时候郑淑敏在管 突然就是来联络我 他说他要做一个cover story 来讲这个事情 讲为什么讲讯换掉 什么主持人没丑 跟这个电视节目什么关系 何况他也不丑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报杂志 这样做了之后 另外还一个稀奇的事就是 突然新闻局来电话说 宋局长 宋处理局长 要颁奖给我们 就是 给美不生收这个节目 美不生收这个节目 要颁奖给你们 好像是一种摸头吧 从来没有过 他们就颁十万块奖金 给我们的制作团队 对包括奖勋也去了 可到最后我还是不清楚他为什么被换 包括郑淑敏的时报杂志里面也没有把这个事情的这个真正的原因给讲出来 一直到我相当晚的时候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好像是跟陈应征有关 怎么说 就陈应征那个时候不是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 可是蒋勋是陈应征的学生 在强述中学的时候高中他的老师 有一段师生 然后蒋勋从法国回来之后也常常去找陈应征聊天 就是过从甚密 所以他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忌讳 对一个忌讳 如果说陈应征他是被认为是有问题 把他关起来一个政治犯 那跟他走得那么近的 怎么可以在电视上面还做主持人 那是他洗澡时间的 不过你也曾经拍过纪录片是拍 陈应征 圣与罪 对 神圣的圣 罪就是罪与罚的罪 对 你这是套用罪与罚的逻辑 对吧 圣与罪 陈应征文学与人生救赎 是 那是你拍的纪录片 那我拍的纪录片 不过那已经是二三十年后了 对 我们先买个伏笔 你要跳到后面去吗 不不 先买个伏笔 我对这个奖勋所受的委屈 非常好奇 那换了谁呢 主持人 换了一个没老总的一个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还是大学生 什么也不懂 对 好 那这个节目后来做了多久 后来这节目就做了一季吧 也因为这个美不胜收的原因 又被送属于颁奖什么的 就是好像我被当做是青年才俊 就被挖脚了 讲起来也是有趣了 因为被别的电视台挖脚吗 被民间的传播公司挖脚 私人制作公司 讲起来这个也是有来头的公司 我那时候还很犹豫说要不要去 大家那时候的奖家的事例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七零年代末 八零年代初的时候 然后奖孝武那时候开了一间传播公司 叫星星传播 星星传播 所以他们也是就是说也想要做一些好东西 所以就经由中士里面的人推荐了 就是说这个青年才俊不错 去跟他聊聊 结果就他们正好节目部经理出缺 然后我那时候才26岁 你当了节目部 26岁 你做了民间制作公司的节目部经理 节目部里面都是些什么 从30岁到50岁的人 我去个年纪最小的 我要去管他们 我怎么管 对 可是却因此我有机会 是变成是一个外职单位了 也就是说你的制作层级变高了 不同了 因为你这个公司本身可以带广告 对不对 或者处理广告 他带广告 而且他有政治实力 可以要时段 那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 我就可以做戏剧节目了 那个是内置制作人 因耗子制作人 根本做不成的节目啊 可是你不是做过一段时间 意志性或者是知识性的节目吗 可是那些就是属于被看清的 在电视台里面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节目 是属于社交性的 那当时的综艺节目也好 或者戏剧节目也好 都是外包 外包的意思就是 这个制作人 他同时还要兼广告的责任 那当然就是以前三台时代 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有油水了 我们讲起以前老三台 大家都会说有一些不堪的那种 外置制作人跟内部的长官之间的利益挂钩啊 当然就有这样的传说嘛 对 但是我自己实际上我做了外置节目之后 我会发现就是说 你所有当时你在电视台里面 你的同事对你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突然对你很客气 比方说你以前在做内置节目的时候 那工程部都给你不是配合的很好 或者叽叽歪歪的 可以到外置节目的时候呢 他对你就客气起来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内置节目呢 你就按规矩指人放饭的时候 一个人就一个便当 是 一张饭票 给你外置单位的时候 我就给你两张 就多了这一张 多一张饭票 对你态度就不同了 所以就是说你在做外置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说 为什么以前某些导播看我 也是爱理不理的 我变外置单位的时候 就对我很客气了 因为我是可能是可以做戏剧节目的啦 或者是做众议节目啊 是做这些比较有市场性的 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节目的制作人 是 访问的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 广播节目主持人 作家和前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传播学院的院长 朱全斌 我今天才知道 他还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民间制作公司的节目部经理 没有很长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我们的老台北 访问的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也是作家朱全斌 全斌兄曾经担任过电视节目的制作人 也是电视台的副总 纪录片的导演 音乐剧的导演 还画个插画 当过编剧 还担任过民间制作公司 制作电视节目的 经理 我想你可以提一下 你曾经做过一个意志性的节目 咬文嚼子 咬文嚼子 那个节目 很多人可能不记得 但是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 那个形态 它真是中华民国电视史上 很不同的一页 那个 讲起来就是说 很特别 因为它是在八点档放的节目 那个时候 因为梅长林梅老总 他想要有一番作为 他就把最赚钱的连续剧给停掉 也是中市最拿手的戏剧节目 戏剧节目拿掉 因为以前说台视是新闻 中市是戏剧 华视是综艺 拿掉之后 每天播的是 我们叫所谓的社交节目 然后我那个 咬文嚼子 就是放在礼拜二 其实咬文嚼子 是他的idea 我去发展 他说要一个 以中国的文字跟成语 我们说中国不都有那种什么 打字迷啊 或者成语的意思啊 还有破音字啊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很有趣的 跟文字有 或者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有关的 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节目 那叫我去发展 所以呢 后来就想说 好啊 就是把它变成不同的单元 比方说 成语化 比方说 以前不是有那种什么 比手画脚的游戏啊 就 叫大家 就是说 两队 比赛 然后 你拿到一个成语的题目 就去做各种的动作 叫你猜是什么成语 第一个字是什么 第二个字是什么 或者就是说 找这个漫画家来 画漫画 把那个成语的漫画画出来 这个在英文世界里面 尤其是在美国 有很有名的游戏 叫做Pictionary 它是Picture 跟那个Dictionary 对 两个加起来 有一部电影叫做 当哈利遇到沙利 里面就玩这个东西 我还记得他出的题目 叫做Baby Boomer 对 或者Baby Boom 画了个婴儿 画了个炸弹 在那个电影里面出现过 对 类似的趣味 然后呢 我还有一段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就是相声 相声 每一次就是用这个 讲这种文字成语的趣味 把它编成相声 相声段 那还是找人来编 我到时候讲的这个编剧 不晓得 这个大春记不记得 叫丁炳隋 他是主持过 中国广播公司 猜谜晚会 早年非常有名 然后他其实 他的国学底子也很深厚 很厉害 他那个时候 应该七十多岁了 在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的女儿是我同学 他每个礼拜 在帮我们编一个 这个相声段子 然后呢 就有两个演员来讲 一个就是 我们叫果果栋的张国栋 另外一个就是铁梦秋 两个人每次就是 把这个十几分钟的稿子 两个人就去练 因为相声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一种所谓中华的国粹 所以每个礼拜 就是有这些猜谜 然后笔锁画脚的 拆成语 还有相声可看 然后呢 我们在 热闹 热闹 然后多半都是大学生 或者这种上班族 大家来报名参加 然后呢 你如果闯了十关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当时是五万块钱吧 我记得 五万块 当时来讲是蛮高 当时应该是上线了 对 最高规定 不能超过 张国栋我还有印象 他后来演过一个电视剧 演过一个连续剧 在每一集的最后一个镜头 他都要说一句话 所以你们看 你们看 等着看好了 你们明天等着看好了 对对 那铁梦秋更是一个硬理之演员 对硬理之演员 照说 这很有看头的 是 是很好看 所以这八点档嘛 对 所以你发现 我那时候 早年做电视节目 你是出去 你只要说你做什么节目 人家都认识你 或者都看过 对 所以以前的比方说我们到什么中南部出个外景 或者去选什么这个比赛的观众 你都会被包围 就有地方人是请客什么的 对的 所以那个算 我就有时候讲讲 我说早年那种80年代 做电视是个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你做什么节目 人家都看过 都会知道 跟现在很不一样 后来你就有机会做戏剧节目了 对 可以谈谈你做的戏剧节目 我做戏剧节目呢 那个是当时一个节目叫天道 天道呢 它是开始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中华这种民间故事改编 然后呢 目的不忘 就是说这个天网亏亏数而不漏 也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到最后呢 即使这个老天爷会知道 对 但是呢 它这个是一个 从它的意识形态来讲的话 它是要表彰这个东西 但是从吸引观众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里面是要有一些神神鬼鬼的 因为你在表示多说 你受良心的谴责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鬼魂出现了 什么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它走的是一个接近这种灵异 灵异的一个噱头 那也是每周一次的这个单元剧 90分钟的戏剧 这跟后来的什么蓝色同龄眼 那这早很多了 还有天眼 对 天眼跟蓝色同龄眼 他们基本上是时装 而且都是从这个真正的犯罪的案例改编的 而我们那个是大古装 还有家明初 所以都是所谓的这种应该叫做古装系 后来慢慢从这个灵异开始 因为你随着这个新闻局 它的这个管理方法的松或紧 有时候要调整 到有一阵子就紧的时候 你就变成不能做那么多灵异了 所以后来就改成做推理 还有推理 所以我大概前后做了一年多 那也是因为我是在民间的这个传播公司 才有机会用外置的身份来做这个戏剧节目 对 那这个戏剧做了之后呢 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新兴传播公司 我就到那才叫国立一专 就台湾艺术大学的前身国立一专 我就去那边做专任老师去了 对 然后但是后来我又这个 用伪制制作人的身份 就跑到台式去做台式剧场 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地 对 那个也是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就是后来就变成是一个半个专业人了 因为一半还是在学校嘛 然后但是因为 我就是听我的老前辈讲的 我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为所谓电视圈的文化人 那电视圈文化人呢 他平常不需要你 可是呢以前报名金钟奖的时候他就需要你了 每年到了那个季节 金钟季 有一些就是比较精致文化内涵的节目 我就有机会了 所以呢台式剧场那时候就是设定 只让我做了一季嘛 一季之后他就有节目可以去报名金钟奖 这个阶段任务完成了 我就没份了 可以谈一谈你得奖的作品吗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跟韩亮录开始合作开始 那个韩亮录开始那个时候他也才二十五六岁吧 从来没写过电视剧也没看过电视剧本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认识他就是希望我能够让他试试看 结果他后来写了第一个剧本叫做外遇 这个戏是可以值得提的 因为那个时候做这个台式剧场 那时候我们在想也是要想一些吸引观众的点子 那刚刚讲到胡音梦 胡音梦那个时候他刚从纽约学了什么方法表演艺术回来 还写了一本书 那到台湾来呢 那也没有什么表现的舞台嘛 那我们就想说 那你既然是这个学了方法演技 那我们就是特别为你量身定做 跟他写了四个不同的剧本 就是四种角色 然后由他来演 那他一听这个点子他就很愿意 然后也拿不高的酬劳就来了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其中包括 韩亮录写的第一个剧本就叫做外遇嘛 那这个外遇 韩亮录之前跟胡音梦 他们拍六朝怪谈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时候韩亮录还是才二十岁吧 做个场记就跟出去玩了 然后就跟胡音梦弄得很熟 然后呢包括胡音梦的家里 胡音梦妈妈爸爸怎么有外遇 爸爸跟妈妈什么婚姻怎么破裂的事 他都一清二楚 他就把胡音梦自己本人的故事 通通写到剧本里去 所以那个戏的胡音梦演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结果那个戏是韩亮录第一本 然后当年就入围了金钟奖的编剧奖 对那后来就因为有四集 要表现胡音梦的方法演技嘛 所以后来还有一集 我们找李道明来导演 还叫侯孝贤来主演 侯孝贤演 侯孝贤演 那刚刚讲那个外遇呢 里面还有詹洪志来演 詹洪志是在里面演一个心理医生 那也是詹洪志第一次的 这个下台演戏 还有段忠仪 然后那个二毛 也在里面演就演那个有外遇的先生 所以他看起来的确还用你的话讲 电视圈的文化人不止你 对 还找了很多 都被拖下水了 看起来很热闹 很热闹 当然了就是后来胡音梦他就表示他跨界电视成功 后来他就接着台视就让他演了慈禧太后 什么的几个连续剧 对 访问的是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朱全斌 千万不要忘记他还是台湾电视 我称之为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 台湾极重要的电视节目制作人 请他来谈的我们的老台北 我们的老台北访问的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也是作家朱全斌 来到我们的现场谈我们的老台北 你后来做戏语节目 我完了之后还做了新闻节目 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因为我的定位是电视的文化人嘛 所以呢 当然这形象虽然好 但是做节目的机会并没有这么多 但后来呢 中市那个时候也换了一个新的总经理 叫钟胡斌 钟胡斌 他是蒋经国的侍卫出身 曾经在美国立过大功 党子弹 党子弹 对对对 钟胡斌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电视台 其实播送的时间 每天只播到晚上11点就收播了 不像现在是24小时 但那时候电视台都想要延长战线 继续把这个播送时间延长 所以中市他就想要把这个从11点之后继续往后 是不是再延长个75分钟或90分钟 能够让他再增加一条战线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要找人 那这个节目是由新闻部来负责 那新闻部一项跟节目部其实是有点敬畏分明 就是新闻部的人不太看得上节目部 觉得你们做的那些都是风花雪月 那因为你要变成是一个新闻节目 你不能只有新闻 里面必须要有一些比较 也有一点休闲性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那个我作为一个 就是说当时拥有一个美国硕士学位 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人有 那又有实际的做这个节目的经验的人 就被选上了 那个钟老总也很愿意用我 然后呢我就帮他们开辟了一个 从11点播到12点15分的一条连线节目 叫今夜 今夜 对那当时呢 开始的时候是找佟宗白跟韩定国来做主持人 对那后来又换成了雄杰跟黄秦文 对大概前后也做了一年多 那也就是我的责任了 就也拿下了新闻节目奖 金钟奖也拿下来了 今夜是一个怎么样 比较有特殊性的一个新闻节目 因为至少在时间上来看 他一定跟当时台湾人的起作 生活作习习惯的改变有关 那个时候我其实在构思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把它化整为零 用一种杂志单元的方式来做这个节目 像现在我们这种谈话性节目 当时是没有的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其实有些单元都是当时来讲算是创举了 比方说我们每天都有一个今夜话题 就是等于是像现在的talk show的一个原型 那我们每一个找一个这个题目 都是跟时事比较有关的题 多长时间 大概15到20分钟 其实也不长 大概三个来宾 谈15到20分钟 那另外还有一个今夜人物 记得大春也来上过吧 是吧 今夜人物 就是做人物焦点的访谈 大概是15分钟 都不算长 可是当时 城门看得起 荣幸 当时上电视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能够有个15分钟 是给一个人专门让他来讲话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邀请过一位来宾 他就是这个行政院长 于国华的夫人 于董梅珍来上节目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访问值得提呢 因为以前的节目在电视台里面 是不太能够在电视上说一些真话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一个在野党还没有成气后 所谓的这个电视媒体的这个言论的尺度 还是掌握在执政党手中的一个年代 可是于董梅珍是不是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 这就是我讲的 对 你让我讲好不好 是不是那句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 另外一句话是 因为那个时候于国华下台 下台 然后呢 有很多难言之隐不能讲 那于董梅珍就在我们节目讲说 政治真是太可怕了 对对对 这句话我也记得 对 就很像后来的什么丛林小白兔 对对对 谁都知道政治是可怕 可是没有人 而且是我们的院长夫人 在节目中把这个话讲出来 所以就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讲说那个75分钟的这个节目呢 因为那个时候牵涉到一个三台 他们好像也是要轮播还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节目做了一年多之后 他必须要换台做 我详细记不太很清楚 所以呢我等于也是一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 后来呢这个钟老总的就叫我们改成去开辟早上的战场 因为那个时候早上是没有节目的 所以呢他说最好大家一早上起来可以有电视可以看 所以我就是帮他开始去开辟早上的新闻连线的节目 也是新闻 也是新闻部在做 新闻性职 也是新闻性职 对 所以呢 那个节目叫做今晨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对 从今晨到今夜 那后来呢 这个节目又从新闻部呢 轮到了节目部啊 就是变成我爱早晨 所以呢 一直我做到1991年等于是说我回忆我从这个进入电视圈从1980年一直做到1991年大概是11年的时间 那我是想我自己呢我从这种儿童节目社交节目戏剧节目新闻节目哈 然后你从这个快撞的做到带撞的我觉得也能做的都做了 所以后来再加上中士那个时候他也换总经理了 钟胡斌也下台了 然后又换了新任的总经理 那钟老总下台之前就跟我说 你的节目可不可以继续做呢 我想新来的总经理还会给我个面子 你还可以继续做个半年之后你就要自己做打算 所以我就在这儿想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人生另外一个挑战 后来我就出国念博士 所以你又还是出去念了 环游世界一年 然后念书念了四年 对 这段时间你念书的情形就不是在台北了 对 可是之后回来正好是台湾公共电视开播 是 你就进入了公式 没有 回来我先在原制大学教书 原制大学教书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40岁出头嘛 其实对于电视所谓的食物的工作还是心没有死的 老是觉得说还没有到就是是不是就在学院的这个时间好像还没到 而且从英国你要知道在英国住了四五年 每天看的是BBC那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雏形 从那边发展的 所以自然你看了四五年的节目你会对公共电视的这个理想充满了一个渴望跟一个一个想象 当然台湾那个时候成立公共电视的时候你觉得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呢我就同样的也是跟我当初进中式一样也是用毛遂之间的方式 然后去投 然后那个时候 投履历吗 投履历 因为正好他们也是有在对外公开征求总经理 然后那个时候董事长是吴丰山 吴丰山 吴丰山 问我有没有兴趣去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聚会的情况之下 我那时候在原汁才待了一年半 后来我就离开跑到公共电视去了 是 在公共电视待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一年多 也大概一年半的样子 对 可以回忆一下你在那儿的贡献吗 我觉得说贡献不敢当 想起来是没什么贡献 因为那是电视开播的时候 开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公司治理的内部的典章制度 是要开始把它规划出来 包括人事规章啊 什么各种的内部的管理法规啊 这些都做了 另外一个就是宣扬公事理念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对于什么是公共电视根本搞不清楚吗 什么叫做一个非商业的电视 为什么一个电视台 他可以就是说从政府拿那么多的钱 他的正当性何在 等等的 其实有很多的理念 你是需要去教育 或者就散播给这个社会知道 也让观众知道说他们是有权利 他们做这个电视台的一个主人的 所以呢 因为我来自学界嘛 所以我多半的功夫是花在这个方面 但是后来这个经过了一年多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天真 觉得说一个BBC那样的电视制度 是有可能在台湾存在的啊 那后来我发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这边的政治生态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天真 我原来以为说公共电视可以是一个最纯净啊 干净只做节目的地方 却发现说里面的政治风暴其实是蛮厉害的啊 所以呢 做了一年多之后 其实我就走了 是 你是看到了政治风暴的背景而离开的 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应该就是我自己是也有点水土不服吧 嗯 就是说因为里面的那个斗争 我觉得从电视开播的第一天开始就 就因为当开始你说那个是一个不讲蓝绿的一个电视的净土 那这种是一种理想 可是进去因为你的那个 他就是讲蓝绿 他就是讲蓝绿 你从每一次就是说政党轮替的时候 他这个董事会的成员 为什么很多董事都发表不出来 就是因为在这个拉锯的战之中嘛 是 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三台背景的人进入那个公司 跟第一任的总经理廖昌松 他也是三台背景的 我觉得我们自然会被人家化为是蓝吧 虽然我们自己 我啦 我自己从来并没有正确 我想廖昌松也不会有 他也没有 对 第一个他是新闻人非常专业的 对 而且他的省纪也极具政治正确性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说进去之后你才发现说 有些台内的同事 他们跟政治色彩比较接近的某些董事 他们会联合起来 对 然后做什么内部的民调啊 什么那些东西当然都是有背后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对 我是在不想要让我们的话题结束在这里 但是节目的时间的确有限 希望将来有机会 我还是能够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也许我们还可以谈谈 比如说润饼的闽南绅士 或者是剩与最成真的文学人生的救赎 润饼我也拍过纪录片 对啊 就是润饼 对 就闽南的润饼的绅士 对吧 好 也是纪录片 对 你还参与了纪录片 男人和他的海的制作 对 我是监制 对 那是黄家俊 我的学生拍的一个制作品 那也是你的最新的作品 对 是 非常感谢全斌来到我们这些节目 谢谢 我们下期见 雨水和车身拥挤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 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 三十岁我的直言是自由 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 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 白色的墙株玻璃的黑幕 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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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来 这未来 我等待 我会不会变得更坏 是谁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是谁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 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 告诉我 告诉我 人类还没有绝望 告诉我 上帝也不曾疯狂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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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有人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有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告诉我 都是不是了流浪 告诉我 这是我居住的地方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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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